常规导弹第一旅在西北大漠快速反应 成功发射两枚新型导弹 精准命中几百公里外的蓝军多重防护阵地目标 有效毁滩蓝军防护体系关键信息节点 号手们按照实战要求 积极探索长岛部队快速反应和打击概率目标等新战法 克服恶劣自然条件和复杂的电磁干扰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东风浩荡使命必达的蒸蒸誓言 夜色沉沉的西北大漠 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接令出发 滚滚铁流在夜幕掩护下向预定地域机动 抵达预定地域后 发射单元迅速隐蔽待机 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 我旅收到命令 组织我旅两套发射单元 建立并保持快返状态 听令发射 作战机构级报告 发射命令一向发 号手队 发射队 展开发射 展开表准 接到发射命令后 号手迅速展开操作 起数导弹输入猪元参数 整个操作时间比以往缩短了一半 快速反应能力的话 主要研究了咱们导弹武器 根据现有的情况 它的技术流程 是否有压缩的可行性 第二个的话 加大对咱们平时发射单元的训练 重点是从来从严训练 提高我们一港的 发射单元号手的 操作的精准度 从我手中的秒表可以看到 导弹呢 还有不到十秒钟就要发射 那么这枚导弹呢 将在复杂的电子环境下 进行突防突击 第二波的打击开始 这次实弹发射 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缕 立足导弹武器性能底数 深挖部队作战潜力 号手数量相比以往进行了缩减 极大考验了部队实战能力 平时你要对这个武器装备 还导弹性能的这些状态 要非常脱体可靠 每个人对自己的岗位操作 要非常精准 减去任何一名号手 或者两名号手 都能在这规定时间内完成发射 都有人可以替补它的操作 空管协调及报告 已完成守航墨区净空管制 气象保障及报告 守墨区气象条件 满足导弹发射和测量要求 报告完毕 背景 保障不息 转工作正常 监视点火 监视点火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灯亮 看到导弹成功点火的那一刻 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一个号手的价值 就是在战场上准时发射 有效毁伤 为了这个目的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当导弹点火成功之后 这个也确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我感觉在未来的战场上吧 应该是会发挥的更好 此次演练 该型号导弹成功拓展了新制弹头种类 提升了常规导弹多磨精打 毁滩节点 融合抗扰 先遣破敌能力 有利提升火箭军体系攻防 有效破敌能力水平 好 好 好